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分享一个鸡蛋灌饼超简单的做法 不用特意做油酥,都能鼓起大泡 饼皮柔软筋道 喜欢的话你可以试试哦 下面我会开始详细讲解 准备小麦面粉400克 面粉一分为二,其中用100毫升的开水烫面 另一份用140毫升的凉水和面 面团软一些,吃起来不干 揉光滑之后,饧面30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准备一点葱花备用 打入4颗鸡蛋 加一勺盐 再放上切好的葱花 面团饧好后,不需要揉面 直接整理成长条 然后用刀分成大小差不多的小剂子 尽量分的均匀一些 擀皮的时候先不要擀太薄 每片面皮上面各刷一半油 两张面皮对扣起来 边缘一定要捏紧时,防止漏气 饼皮拿面后就用擀面杖,先擀拿面 盖上保鲜膜,松弛5分钟 电饼铛刷一层油 油温5成热的时候,下入饼皮 开中火,上面再刷一层油 锁住饼皮内部的水分,使饼吃起来不干 上面变色的时候,进行翻面 接下来等着鼓起来就行了 大泡完全鼓起来,说明饼皮已经熟了 就可以戳破灌进蛋液 用铲子轻轻推着饼转动 这样使蛋液流淌的更均匀 蛋液定型之后就可以翻面 煎上差不多一分钟就可以出锅 400克面粉,我总共做了4张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吃的时候抹上你喜欢吃的酱 然后卷起来就可以开动了 今天分享的鸡蛋灌饼做法超级简单 喜欢就关注哦,谢谢